大家好, 欢迎来到暴行的时光频道 很多谢大家一直支持我们 我们都知道有很多观众还未订阅我们的频道 我们在这里懇请大家记住订阅我们的频道 和按个小铃铛接收最新的资讯 还有留言, 我们很想知道 我们有什么可以做得更好 或者你们有什么意见给我们的, 我们都很想知道 多谢大家 今天早上起床, 天气放晴 一须搭船过香港, 走山顶, 吃下东西 我们下一个小铃铛, 看一看, 咦, 多漂亮喔, 什么展览呢? 看他介绍, 原来是一个21岁的日本自闭症的技术家 他画画, 颜色都挺鲜艳的, 最重要是他有小猫 我最喜欢猫的了 走了一会儿就肚饿了 一会儿找些东西吃 今天我们一早就想要去金凤吃了 金凤有很多间分店 而这间就是他的老店 太子分店了 他在1969年开的 一去到门口, 已经要等位了 那我们就顺便看看吃什么 都很久没有来过这间老店了 他应该装修过, 现在漂亮很多 牆上面挂住了两张菜篮的poster 很久没有在各大媒体见到菜篮了 希望快点再见回去啦 看完菜单之后, 我们就叫了一个T骨扒餐 和一个猪扒餐 两个都是喝忌廉汤的 那个忌廉汤就差一点, 好像水那样 而这个面包就真的很软熟 两个餐我们都加了蒜蓉的 这里吃扒真的一定要加蒜蓉 超邪恶的 就是等这个气氛 记住拿纸巾遮住衣服 他一淋汁的时候, 真是好像火山爆发那样的 BB伯伯 而我们亦都加钱, 喝了两杯冬领诺 因为呢, 喝冬领诺 再加上你吃蒜蓉的时候 那个化学反应就好像你吃爆炸糖那样 不断燃烧, 很过瘾的 那整体来说, 那个猪扒呢 就肥瘦均匀 而牛扒呢, 亦都是不会太硬的 说真一句, 去这些餐厅 都是吃过情怀的 但是总括来说, 它的食物都不差 我们那两份, 猪扒和牛扒 都基本上, 质素不错的 最重要是, 它们的蒜蓉真是独门秘方 只要你两元, 给你这么多蒜蓉 买都不行啦 真是很好吃的 而且最重要就是, 它们的员工不会像很多老店那样 爱你不理, 放你在一边, 什么都不理你 这间餐厅的员工真是挺友善的 吃饱饭, 就真是去山顶行一下 山下步, 镜头一转就已经来到中环了 之后就走上去, 搭山顶纜车先 不知道现在山顶纜车, 是变成什么呢? 真是很久没来啦 真是人头涌涌啊 幸好有八达通, 不然就有排队了 真是大向你出城 原来现在变成个LED走廊 好先进啊 而且纜车, 真是挺漂亮啊 是天幕顶来的 如果是私家车, 这个天幕顶就值钱啦 跟着我们就去老秦庭 展爱山庭有趣啊 也可以一套四个英文买就好了 他的迷你版真是很可爱啊 再走一步 大富翁的主題館 和附近的商場 真的完全不同 走一走一走 又到傍晚 有一點餓 先去市區 剛才坐完纜車 現在先試乘巴士去灣仔 我們在利東街下車 下一集我們會走利東街 和在利東街吃東西 希望大家喜歡這段影片 多謝 拜拜